大家好,我是语言,欢迎回来语言的实况频道 今天看我们标题就知道了 今天万国决心我要教你们是怎么打野人的 打野人其实也是有一个小技巧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打野武将 为什么我们打野要选打野武将 因为我们选打野武将的话 它有一个天赋是可以减少自己打野所需要的体力 很像我从这边打野点下去的话 它可以减少我10点的体力 然后在通用的部分 我们找一个通用的武将 通用的武将有龙骑兵 龙骑兵的话 它这边通用也是有一个减少 减少野人或者是中立单位要消耗的体力 伸到去好像也是减10点 所以这个部分你们可以做参考 你们可以用通用的武将 或者是用打野的武将来打 可是我个人最推荐 就是你打野的时候用爱塞尔 为什么 因为他打野他可以扣10点体力 然后再来他打野的时候 他有群打 他攻击的时候有群打 这样子可以打更多的野人 我的推荐是用爱塞尔搭配里程柜 因为里程柜还有360度的攻击 可是我的里程柜我现在在卡着技能 所以我暂时不要带他出去先 所以你的爱塞尔可以搭配 孙武 孙武或者是拜巴尔 为什么要选这两个 因为他们两个可以打5个目标 至于南木 他最多只能打3个 所以我不建议你们打野的时候 带南木 除非是说你没有爱塞尔 你只有拜巴尔 其中一个 你只有拜巴尔或者是孙武 你只有这两个其中一个 然后你有南木了 所以你才可以这样子搭配 不然的话 其实你这样子搭配的话 是比较吃亏一点 所以我们先限制好我们的部队先 然后我们看附近 哪里野人比较多的 我先选这个路线 选这个路线的话 我要攻击最高的等级线 我要打25等级的 所以我们先派队5 为什么要打高的 因为打高的这样子 你才可以脱兵 什么是脱兵呢 我们现在等一下来教一下你们了 我们先找我们的孙武出来 OK 孙武 我要快一点的话呢 就带骑兵 不过孙武还是 不兵才有争议嘛 没关系 我们还是一样带骑兵 尽量带多一点 不过也要看你的艾塞尔呢 他的技能发动会多快 如果你们有加他的怒气 恢复的话呢 就是增加怒气的话会更好 不过孙武本身 他的技能攻击会比较痛一点 所以我可能带少一点啦 我可能带1万左右 10万左右啦 哎呀 直接这样子点啦 OK 10万左右来打 因为我们要尽快触发艾塞尔的技能 又不要把那个野人打死 所以这个方法呢 是可以用的 OK 当他在打的时候呢 你可以跟他拖回来 可是你不要拖太快 因为拖太快的话呢 那个野人他来不及跑 这样子你会浪费你的体力 OK 这样子打 然后等其他的野人 靠近一点的时候 发动技能 OK 慢慢拖 慢慢拖 尽量不要拖太快 OK 来了来 发动技能了 OK 很好 这样子呢 他就扫到另外一对 这样子又不会浪费你的体力 不会浪费到你的体力 又可以少到第二对 然后你这样子慢慢拖拖拖 拖去另外一边 也是慢慢打 慢慢拖 慢慢打 慢慢拖 慢慢打 如果你拖到附近呢 你附近有很多野人的话呢 这样子一下子可以打到很多队 我看到打最多队的好像是15队 目前为止我看到最多队的 我个人啦 不过还是有一些老大呢 他们很厉害打野人呢 他们可以打到更多队 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小技巧 然后为什么我会说里程柜打会更好呢 因为里程柜它360度嘛 所以前后的野人呢 在他附近都会中招哦 所以我才会叫你们打 用里程柜来打野就是这个原因了 所以就这样子慢慢拖咯 不过如果你们要的话呢 你们可以在附近呢 开多一点野人啊 给他们召唤出来 这样子对你打野是会比较好 比较有帮助 OK 现在我们可以慢慢拖 拖去打其他队伍 不过因为我的距离上面 会有一点问题啊 太远了 所以打的时候呢 会打不到其他队伍 所以这个选地方 也是要选得很仔细哦 要选对地方 不然你打不到 打不到又浪费你的体力 哎呀好像跑太快了 没关系没关系 等他过来 没关系 没关系 OK这对来了 所以我再拉后一点点 OK 来来来 Come on Come on 快点碰我 碰我 OK 来发动技能 前面还有个20等级的 OK打中了 打中了 然后我再跑前一点点 我要打那个20等级的 快点发动技能 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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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他向错边发动了 没关系 我们再拉后一点 带两个群打的好处呢 就是如果你第一次打不中的话 你第二次还可以打第二波 快点 哎呀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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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小心拖到他了 变成我浪费了我另外40的体力 没关系 这个只是一个小错误 至少我们打到很多队 省体力 又可以打到很多队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就是我的教学啦 小教学 你们可以做参考参考 至于为什么我会叫你们这样子打野人呢 主要是前期呢 很多玩家 他们要消耗的体力比较多 因为他们又要打野人 存在又要打野人 然后会有一些活动 很像这一次呢 我是打野人的活动嘛 战斗号角 我需要打更多的野人 这样子可以拿到更多的积分 可是这样子打法呢 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就是呢 可以节省你的体力 不需要花费那么多体力 就可以打 就要打那么多的野人 因为我们平时打呢 就算你已经开了你的天赋 扣了10点体力的话 你也是要花40点的体力 这样子打的话呢 你可以节省你的体力 又可以打到很多队队伍 可是缺点就是呢 你的兵 你的武将 很容易死掉 很容易扣命 所以你打的同时呢 你要注意看你的武将的生命力 很像我刚刚才打呢 就已经扣了一半力 一半的生命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要特别注意的 如果你打死的话呢 你就血本无鬼 什么都拿不回了 就算是经验值 经验值也好 奖品也好 都是拿不回了 所以可以看到呢 我这样子打的话呢 123 可以打到三对 你们可以拿来作为参考 不过我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呢 如果你们的城堡 我这边有一个城堡嘛 城堡是用来集结的 你们城堡还没有25级 就尽量多打野人承载 我已经买25级了嘛 所以呢 我现在是不需要再打野人承载了 打野人承载的话 可以拿到四门之书 现在我已经买25等级了 可是我的联盟呢 会时常打承载 我也是会帮忙打 所以我的四门师书呢 现在还是有很多 我现在还有555本 有点浪费啦 不过这个无法避免了 我们为了要快点生无疾兵的话呢 只能用这个方法 所以这个我推荐给大家用咯 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你们 如果有什么 说漏说错的部分的话嘛 你们可以在评论区帮我留言 就是这样子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这边呢 我还有一些东西要补充的 就是呢 很像我们打野人承载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野人承载呢 我们认定为是中立单位 所以呢 我们在打野武将这边 可以看到很像我们 原意经第三技能嘛 所率领的部队 对野人伤害提升40%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 比方说贝利沙流 他的技能 所率领的部队 对野人和其他中立单位 造成伤害提升35% 所以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 中立单位这个东西出现 我问了一些大佬 他们说呢 中立单位是属于很像神庙 然后守护者 然后一些 很像要塞之类的 这些呢 都算中立单位 卡鲁拉克也是算中立单位 这个方面呢 我不确定 我问了克福 克福也没有给我失确的回答 因为他们很少回复我们 他很少会回复我们的信息 所以 如果我建议的话呢 如果你们打野人成在的话 最好是带一些 有攻击中立单位 有加成的 很像超超跟原意经都没有嘛 我们来看一下艾塞尔 如果是艾塞尔的话呢 对野人跟其他中立单位 造成伤害35% OK 所以如果你们要打成在的话呢 我建议用艾塞尔 然后你们也可以拿贝利沙流 做季节 虽然说是这样子啦 不过原意经呢 他本身直接攻击呢 是比较强的 所以他拿他做主将呢 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至于有哪一个观众呢 知道中立单位是属于哪一个部分呢 希望你们可以弄一个列表 给我知道包括哪一个部分 就这样子啦 感谢大家 下集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